大陸前總理李克強舉行告別式 遺照擺放在八寶山大禮堂中央 牆上懸掛遺照以及黑底白色的橫幅 寫著沉痛悼念李克強同志 而習近平也到現場悼念 向遺體行三鞠躬後 他特地走到李克強 一雙成紅身旁握手致意 新華社證實包括習近平等中共七大常委 也都出席告別式 氣氛莊嚴肅目 北京天安門 人民大會堂 新華門大陸各地政府機關 以及駐外使領館 統統降辦旗 送別前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早上七點 在西環的中聯辦舉行下半期儀式 十一月二號清晨七點多 北京八寶山軍人公墓道路沿線 和地鐵站出入口 已經有大批特警公安和便衣警察進駐 周邊交通也早早進行管制 連平常對外開放的公墓大門 也需要拿副文等證明 才能進入 您是哪來啊 我去的墓地啊 您是社會 社會 今天不開吧 告別式十點開始前 疑似為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搭乘的黑頭車 緩緩進入會場 港媒報導李克強告別式 不只為案高規格 葬禮進行流程 也完全按照2019年 前國務院總理李鵬過世的 正國籍規格 看看李克強的副文 上面寫著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 走進考驗的忠誠共產主義戰士 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政治家 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 譴詞用具和一號和李鵬的版本 一字不差 現場也可以看到不少公安 維持現場的秩序 要求民眾不要聚集 盡快離開 李克強是中共建政以來 學歷最高 卻也離是最早的總理 在數目氛圍中走下人生舞臺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